这下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孩子们有义得 爸爸妈妈们的相伴与关怀 超过200位职工 见证历史性时刻 马来西亚成为海外 首个成立此议会的国家 对你们是身负重任 那我们要非常地了解 我们自己的使命 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 此议会的成立 尤其你们是海外的第一所 吉隆坡四季国际学校 即将在2020年开课 雪隆四季之工 向19位台湾词义会爸爸妈妈取经 宝贝要先问她说 你习惯跟哪一边 要很温柔地对待她 我们不能自己帮她分 要尊重她 视学生如己出 词义会爸爸妈妈的身教与言教 扮演举足轻重的影响 很多个师兄师姐 她没有孩子在里面 可是她们唯有大爱 她们就参与这个词义会 希望用她们的爱心来感化 更多的孩子 马来西亚 这个教育也是很好 长大了之后你要教就比较难 小时候教是很好 有这些志工妈妈们 她们可以帮助我们去开导孩子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 老师会更加有心和用心地去教书 传授知识 用无私精神陪伴孩子 此议会的成立 也为马来西亚教育 献开新篇章 大约新闻真善美志工 张智亮书玉发 马来西亚报导 上家皆さん 我自己的那种 野小的 但是 从 我 你 我 谢谢观看